Hello, 大家好, 又是美女Lelia 今天想和你介紹一下 讓入居一個投資租賣的筍盤 它是位於二座的高層G室 實用面積940呎 它是三房一號連工人號的間隔 最重要它是剛剛裝修好 換了新的廚櫃 以及早兩年換了新冷氣 可以說是一買即煮 事不堅持, 這麼好 跟我進來看看 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仰日居一個一梯七夥的單位 它剛剛位於整個屋一座的邊邊位 一開門的時候就不用被鄰居看進去 增加一間屋的私隱度 現在我就和大家進去看看 進來, 我們首先經過一個小小的圓關位 看到的就是客廳的位置 客廳雖然你會覺得 這不是絲絲正正 其實你這裡可以做一個三角形形位 拉直它, 放電視是沒有問題的 接著和大家看看飯廳的位置 飯廳位相對地比較方正 你放六至八人餐桌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一廚房和門口中間的一部牆 你可以放一個組合櫃, 做到上頂 鞋櫃方面, 門口這裡 這個小門是不開的 你可以做一個薄鞋櫃 做到上頂 儲物空間是很足的 另外, 如果我之前也有見過 另一個客人 在廳這個位置 放到一部大鋼琴也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廳是挺好用的 給你看看外面的景觀 大致都是開陽的樓圓景 看到少少維港景 前面紅色這處就是海船門 另外, 看下面 就會看到海船門屋苑的圓景 採光度都相對高 和你看看房間佈局 在床邊左邊有一個客房 這個客房大致都挺闊的 有八點一尺 同樣都是看樓圓景 窗台如果很好利用的話 都挺好用的 你可以將一張床放上來 房間的空間會更加多 雖然這個房間不是放正 所以業主在這個位置 都做了一個大的儲物櫃 剛剛把它拉平 你看這個櫃都挺深的 所以你放的東西都可以放很多 另外我們去旁邊的另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相對方正 大概有63平方尺 寬度分別是7.4尺 長度有8.5尺 雖然這個小櫃圓 是小小一點 但是它看的圓景 是相對多了 看到嗎 這個業主做幾年 它是換了地板 變成暈石地 所以打理方面相对比较容易 然后给你看一下主人套房 这个主人套房药膜有135平方尺 阔度分别是8.9尺 长度有13.9尺 这间房间看的景观是最阔的 它配有L型窗和一个大的窗台位 这个景观可以看南巴勒海峡 ICC那边 这里偏向西多些 有太阳入屋 但不至于好晒 看到这个园景都挺舒服 和很整 给你看一下房间布局 这间房间相对地大 你想三边下床 整理床头柜基本上没问题 另外这个衣柜位都拉直了 它可以放到很多衣物 另外衣柜位旁边有一个小压位 你可以放个电脑台或者梭妆台 绝对没问题 另外提提你 这间房间的冷气 早两年是换了 所以一买回来就可以即用 不用再担心换冷气的情况 再看看浴室位 保药也是很好 同样也是发展商原来的装修 淋浴和浸浴的位置 都是齐地的 如果你不想用这个位置 的淋浴位 你也可以放洗衣机或者干衣机 我之前也见过 另外介绍客厅位置 同样也是有窗 有肉屏 还有肉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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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养真的非常新整 回来我们由另一个角度 看看客厅的位置 这间房子楼底高度 是8.5尺 现在我拍摄的时间 大概是10点半 同样也是很光满 很舒服的 可以不用开灯都可以 另外和你看一下厨房位置 厨房也是刚刚新装修好 厨柜也是重新装过的 基本的设备已经齐全 换了个新的炉头 新的抽油烟机 厨柜也是新配的 窗主要是望远景 还有新的蒸焗炉 雪柜洗衣机更加不再说 这里也有窗 所以不用担心有黑刺 或者所有不通风的情况 这个是仰日居的其中一个好处 另外和你看一下工人房 它是做了一个大的组合柜 在这里 收纳的位置很多 另外也有工人的洗手间 可以给到足够的空间 工人姐姐 如果你当我今集介绍的内容有兴趣 也想了解多些尖沙水 九龙站附近一带基建发展 和租卖成交的话 欢迎随时联络我 也希望你订阅我youtube频道 这些视频深厚力 多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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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